從床上往下看的視角是這樣子 有一張藍色小沙發 所以說躺在這裡畫手機 有一個躺椅 椅子是這種可以咕嚕咕嚕的椅子 還有一個很可愛的鏡子 這邊還可以開燈 那我現在住的是福大的宜盛宿舍 它是前幾年剛蓋好一棟11層樓男女混凍的宿舍 然後它的房型分成兩人套房 兩人亞房還有三人亞房 然後我現在住的就是三人亞房 這是我的房間 還有一個很重的門 然後這就是我的宿舍 那首先這邊會有一個玄關 小小的玄關 然後它還有一個可愛的鏡子 這邊還可以開燈 可以出門的時候照一下鏡子 這裡有一個鞋櫃 大概有五層 然後我是二號床位 就是這一個 這是我的位置 我們的椅子是這種 可以咕嚕咕嚕的椅子 然後這是我的書桌 首先會有iPad 筆電 然後兩隻可愛的娃娃 我的朋友送的 然後我的台燈 一大盒的化妝品 保養品等等 然後 然後 插座鏡子 我在旁邊貼了一個很好撕下來的小掛鉤 然後我覺得這個超好用 你可以掛口罩或者是 學生證 這是我前室有送我的 磁吸式的掛鉤 強力磁鐵掛鉤 然後你可以掛包包或者是雨傘 下面的櫃子是可以自己調整間隔大小 就是這個寬度是可以自己調的 然後我有放書 然後 碗盤 接著旁邊會有三個抽屜 然後我就是會放一些 日常需要用到的東西 然後就是 飾品啊等等的 那座位下面我就是放 垃圾桶 洗衣籃 還有洗澡用的籃子 那桌子的旁邊有一個衣櫥 我貼了一個可愛的黏粒 這個是朋友送的 然後旁邊有一個 半身鏡 但是我覺得蠻足夠 照到全身 然後也蠻方便攜帶的 如果要搬家的話 然後看一下我的衣櫥 OK 有一點亂 我覺得這個一定要買 這個超方便的 就可以增加空間 雖然還是很擠 那這個是 櫃子間 樓梯 給你們看一下我的零食櫃 Pocky跟 異美小泡芙是必備的 然後這個也蠻好吃的 樓梯上去 就是我的床 我有一個很可愛的毯子 然後介紹一下我的三隻娃娃 這個是Care Bears 然後 一個長長的宇宙人 還有這一隻 朋友送的Aster Bunny 床頭的地方我自己放了一個這種觸控式的 開燈 我覺得這個蠻方便的 從床上往下看的視角大概是這樣子 那最後就是這裡 我們的完美小空間 那剛好我這間房間是七成粉紅色的 有一張藍色小沙發 我每次都躺在這裡畫手機 還有一個白色的小小IKEA桌子 我是覺得有點太小 但是沒關係 夠用就好 還有一個躺椅 這裡有一個台燈 但我們其實很少會用它 你看看很扯吧 旁邊這裡有兩根衣杆 可以讓你晾衣服 或是曬浴巾 那給大家看一下六樓的風景 現在是下午 有時候傍晚天空很漂亮 好那大概就是這樣子 掰掰 喜歡這個油脂的創作者 就趕快去follow他喔 你有發現其他更新爆紅潛力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大人兄吧 點擊下方 觀看更多有趣的內容